小培老家河南,2019年来到杭州,和女朋友在网上看中了城西萍水街上天阳上井国际小区的一个单间,和二房东张先生签了一年租房合同,月租金1900块钱。 是到2020年的6月份,然后我们当时问他要不要续租存一签合同,他这边说的是不用钱,合同上面有标注就是会自动续租。 合同第六条规定,合同期满后,租客应提前半个月找房东进行协商,协商一致后重新签订合同。 如果租客没有找房东协商,则视为租客愿意继续按照原合同条款执行一年租约。 小培说按照原合同他们要住到6月30号,但4月份因为女朋友工作调动,他们准备搬到林平区,于是提出了解约。 合同规定,如果小培找到了合适的租客,租金也不低于当前价格,那双方都不属于违约。 小培说他把钥匙交给了新租客,自己也搬走了,之后新租客把转账记录发给了他,月租金1900块钱,压一付一。 加上水电费物馆等费用,新租客转给了二房东3900多块钱。 按理说,这时候二房东应该把1900块钱押金和100块钱钥匙押金退回来。 聊天记录中,二房东张先生表示,要扣掉475块钱水费,把剩余的1525块钱退给他。 小培也同意了,可直到第二天,一直没退。 小培多次在微信上催促对方,对方都没有回复。 采访时他又给对方打了电话。 一直不接吗? 对,一直这个状态。 从什么时候还是不接的? 从,一直这两天都没接,就隔壁晚上回了一条微信。 也没跟你讲清楚什么理由? 没有。 接着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对方电话,对方接听了。 那你只是一个问他了吗?为什么没有退给他? 我这么不客,为什么就没有退给他? 你有这么问他之前,他欠我多少钱的房租吗? 我也跟他说,我没有退业金做吗? 他现在还欠不欠你房租? 他现在不欠。 不欠了,那你押金是不是应该退给他? 那我也说过,我以前不退过吗?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退? 那我,他也没有我什么时候退啊。 他问了很多,发了很多信息给你,你后面都没有回给他? 我也给他说,我没有退过吗?我不退吗? 对啊,那你什么时候退给他呢? 我现在没钱。 你的钱收到哪去了呢? 我用掉了呀。 你拿去干嘛了,用掉了? 那这个钱不是你的钱呀,押金是他的钱呀。 我知道是他的钱呀。 那你为什么拿去用掉呢? 那很久就,很久就,一年就过来了呀。 哎,我用掉关于什么事情,我搞笑了。 但是你用掉他的钱关于他的事情啊。 那你拿去起诉我法了嘛,你怎么搞笑,怎么搞笑。 对方挂断了电话,再打过去就不接听了。 记者看到,这位张先生是以个人名义和小培签的租房合同。 他的朋友圈里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更新房源信息。 找到上景国际小区物业,工作人员表示,小培之前租的是一套群租房。 在物业登记过,张先生从业主手里整套租下来,改成单间,再转租出去。 他们会想办法联系上张先生,或者这套房子的业主,帮小培进行协调。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。